国人去的安心也提供农民新的销售通路 农委会从7月份起每个周末都会在台北的希望广场 现场设置个20个产销履历专区的摊位 让民众买到有产销履历的农鱼处产品 也期盼透过这样的设摊带来每年至少1亿元的商机 产销履历专区正式开卖 民众买鱼货蔬果现场捞好货 为了辅导农民创造更大商机 从7月开始每个周末农委会在台北的希望广场 设置20摊产销履历专区 要让民众安心选购 现场的摊位来自全台各地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农产品 除了有新鲜蔬果还有新鲜的鱼货或是续产品 通通都是在台制造 每个产品都有贴上产销履历的标章 让民众能溯源找寻每个农产品的产地和制造地 同时也有经过第三方的验证单位把关 而农委会也期望目前有产销履历的摊位一共有20摊 期盼未来能拓展到130个摊位 创造更大的农产商机 一天大概可以创造200到300万的这个业绩 那200到300万的业绩 然后全年下来的话 至少可以创造大概有一亿的这样的一个营业额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使得部分的台湾优质农产品外销市场受到冲击 期盼涉事产销履历专区 再创农产品市场的新局面 记者原此林一新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